好了我们把两个眼睛全部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嘴巴的部分 我们用这个绿色线来勾 我们先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点 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起针 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勾针穿进来适当拉小 然后呢我们开始勾辫子针 勾针绕出线拉过来 这就是一针 勾六针就可以了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勾好这六针之后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就从第一针的这个针眼里穿针 调着半个线圈就可以了 然后呢勾上一个短针 接下来第二针 调半个线圈 继续勾短针 第三针 第三针 勾上一个短针 都是调着半个线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勾好这六个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螺旋的往上勾就可以了 再勾呢我们就是勾这个短针针眼就可以了 非常明显 第一个短针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然后第三个短针 第四个短针 第五个短针 第六个短针 第二针就勾好了 我们就这样螺旋转往上勾就可以了 一边勾一边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一直勾到38行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嘴巴的部分勾好了 我这里呢总共是勾了38圈 勾好之后呢把线拉长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用于缝合 我们可以先在上面这个地方呢 再补充上一点皮皮棉 然后呢把这个线穿到这个缝合针里面 有点太长了 剪短一点 我们先连接长环 这样缝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横着穿针 这样横着调针就可以了 这样横着穿针 然后这一侧也是横着穿针 这样调起来 然后这边调一针 然后这边调一针 这边调一针 这边调一针 就这样对应着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那边调一针 这样全部缝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给捏扁 大家看一下 这样捏扁 这个是嘴巴的正面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把反面 背面这一部分呢 给它简单的缝上几针 上下穿针 这样简单的固定到一起 就这样简单的缝上几针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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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然后呢把线穿到一侧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嘴巴的形状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缝到这个帽子上面 大家看一下就缝在眼睛靠下两到三行的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就这样弯弯的缝起来 这个嘴巴的所有两侧呢 比这个眼睛要稍微宽一点 大家看一下稍微宽一点 然后呢就顺着这个嘴巴的轮廓 缝在这个帽子上面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缝好了 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嘴巴的部分 那么把这个嘴巴缝好之后呢 我们这顶可爱的帽子就全部都完成了 好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